川普的招牌之一就是一頭金法 今年夏天他曾公開抱怨 連鋒頭出水量太弱 如今趕在川普現任前 聯邦政府15號宣布 放寬浴室連鋒頭出水量的相關法規 以後每個連鋒頭噴嘴 每分鐘都可排放2.5加輪的水量 這項法規目的是節省水資源 歐巴馬政府之後也規定 就算有多個連鋒頭 總出水量也不能超過2.5加輪 這讓注重法型的川普相當火大 不斷在公開場合大肆抱怨 他當時在高階會議上表示 政府認真看待全國預測的水壓問題 川普會這麼關心就是因為 強調自己頭髮一定要完美 導致川普每次現身 外界就把目光聚焦在他的頂上風光 美選投票日後在白宮玫瑰園露面 當時川普不只少了誇張神情 就連頭髮顏色也變得灰白 和選前參加造勢活動時比一比 川普過去一頭飄逸金髮 對比選後現身的灰白色 顯得蒼老不少 其實今年7月 川普也被發現髮色大改變 如今就連抱怨連鋒頭水量 都能促使政府修法 只能說川普的頭髮 可說是地表上最受關注的髮型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 在中天